你是第二名的一個位置 你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鱷魚躲得好好的 合理 他對面最多砍了40滴血 哈哈 直接掀一刀 他40滴血還能打 就在砍他三點物攻之類的 再動手 哇 那這個BP出來了 感覺怎麼樣呢今天 這可是第一把 小組在前哨戰那種感覺了 要看賽勒是三等那波有沒有練到 因為賽勒是重點就是三等那波 可不可以練到 然後打一波 是 這邊的雷茲是帶征服者的 以前好像比較多相位衝擊的 先看下半波 點點點點點死 有意思的 因為 先看一下下個回放 是 有 有 我們需要專業的賽品幫我們聊一下 怎麼回事 他看好了 這邊陸西恩你先看喔 他會 一技能普攻 喔 再普攻 再普攻 哇 好難喔我覺得 他第二下那個 這光之獵手那個 第二下普攻都還沒點到 他就是 第一下出去他就死了 所以他傷害爆量了 來到上半波 歐斯提 打一波 壓制 但其實這裡是釣魚具 有腐敗優 搭上一個後面特朗德的柱子 沒辦法了 知道很有壓力 對面這個蹲點 給到巨大一個閃現 想法術禁骨 他冒安死了 但冒安 直接扛仰下塔死去 直接從後面的一個包衝 往前突進 拉背先行的進攻 流出的是Overtime Overtime利用了一個 打敗的頂位移刃結束 再交閃現 但對面也想跟閃 對面往前追擊的時候 一個Q技能 牛成功將對面給限制在另外一邊 在幹嘛 扛德 扛塔死掉了 但後面納爾也幫助自己的打野 抱了一箭之醜 紅光的中路 來看一下上半部的對陣是怎麼樣 直接打到 就是要直接OIN抓一波了 感覺就真的是壓太深了 畢竟那部的限制 看起來是回退回來的 是 這次的柱子就沒有成功卡斷了 所以就讓這一波 必須走進去做交換 真的是有概率 可能換沒換掉的 DW才會綁 所以那個就有點在賭對面 失誤 哇不過這裡的轉線BIG 很快直接來到上半部 納爾是一個小狀態 利用跳躍的同時 被鱷魚直接暈在了塔下 最後有歐斯蒂亞康塔 這次納下人頭 就是 他 你會想是帶進化 因為對面可能會帶的虛弱 但其實你這種時候 可以選擇不帶的虛弱 然後讓對面的那個進化是白帶 噢 甚至我還可以下路 是裂到有點 就最後是幫中推一波 哇 另外一邊 任敵的位置 直接往前練 但順勢的冒安徹一綁 綑綁 PLAY 就這樣 那再來到了上半部 再一次 怒氣結束的同時 兵線又要進來了 掰掰 玉石折一丟 鱷魚直接變大 閃現暈倒 搭上悟空一轉 還有一個弱肉強死 OST 還是他這樣再玩 再玩個十幾天 會到什麼 這個很好的活動 我們等一下會跳出來 這先回放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怎麼被抓的 這個很瞎 你會建議他怎麼操作 這個 先不是說那個路線 有高機率在 因為你下路線也沒看到他 就算他練上去 他也不可能打死納免 那個特朗的 他不可能自己打死納免 他也不要什麼特朗的閃現過來直接咬 但是納免是一個暗閃就走 然後雷姿一定會跟得到 所以這邊基本是沒有操作機會的 對啊 就你能跑就是跑了 或者一技能往後 而且看起來路線就很像在啊 是 這個就 他這裡就是比較輕鬆的擊殺了 你確實有預料到 就左邊這個陣容 你覺得是非常好處理的 在右邊需要一個劇本吧 這個先打一個閃現 沒事劇本還在 那就還是在等一下 繼續發育嘛 喔 任迪的走出來 繼續打擾對手 龍魂的決戰 你會在25分鐘 那有點太早了 而且 賽勒斯打雷姿 就賽勒斯打這種 有沒有點到 喔沒有 那我 然後被反綁 水球海浪 直接三溫暖洗起來 任迪這裡反手三溫暖 哇他的狀態其實偏差 只有半血 這裡要做碰撞 其實還是有風險的 Overtise 要做開戰 在進場的瞬間 直接殘洗一個水球 我下去牛就這樣開了大拳 一直還是直接被秒掉 後面 只吸了一個大的特朗德 也是沒扛住 所有的坦克 用盡了全力 也扛不住BYG 四人的傷害 我下半步的塔是要被BYG推掉了 看一下直播 這波怎麼問題 沒有這波就 牛覺得一定要打一波了 不然這樣等輸 可是 還是等輸 因為他的雷姿是沒有補過狀態跟裝備的 喔賽勒斯 講錯了不好意思 然後他選擇一個閃開 你對面有粉眼的情況下 就是比較輕鬆的閃現操作了 後面的位置想跑 但跑不掉 那剛剛這位牛的話 可能大家有些小忘記 中路的二塔也已經先做進攻了 他們的包圍先來 扛塔是冒安 這傷害不太夠了 只能讓韌底可以打 在下半步的話Ost被抓了 利用兩段一技能車隊 不過被柱子給卡住 沒有閃現的情況下 被牛給敲起 在自己的二塔位 要反手打 但自己是蓋了一個塔位 這只是也是小看一下 看前面的車圖路已經掃起來了 金克斯這邊納比的夾駛 有夾到納貝 納貝這裡還可以繼續的輸出 納貝法律局給流住了 海盪一來 搭上了 後面彈過去 路線的傷害人頭擊殺 來到了二塔律者 撞過塔的同時 標記碗底要上了吧 往前要做進攻 到後面的位置 金克斯的輸出 有局也拉滿 不過射不太痛 雙倍還不夠好 後面是納貝的技能 已經CD完畢 準備做二次的追擊 Ost也是進場 叫出閃現的Navi 才在遠處被暈倒 要不要在前面被暈倒 會死 但中間賽勒斯 因為他的悟空已經先 這邊來看 其實這邊就是想靠近 就是個錯誤 因為這是鱷魚最強的 然後跟路線納米最強的時期 路線納米兩件套 有火炮 加帝王命令 是 納爾 還沒變大 就是倒了 這邊任野已經有點上頭了 就是他大改成那個 卡在掉 那這個他一定死 其實要不是對面這邊 之後留下來 這不就是一個一換一 是 這邊對面 在對面就是還想有點操作 擋預示者 一換二也講錯 擋這個預示者 確實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他最後想練 把預示者打 他不可以練到的 預示者衝過來給他練 這就是你玩賽勒斯 會有個習慣就是換回練 危險 不過來到了畫面回來 常常開啟 納爾的大絕 推的其實不是有機會 殺在路線嗎 一滴血路線跑了 正面的位置 鱷魚已經成王 沒有人可以射動 又不用一直賽勒斯 交了一個錶 但下來的瞬間 直接死亡貓眼鏡拿下了一個TRIPLE OZG的追擊 利用納爾的加速 自己還要一技能 躲掉對面的秀秀 也拿下了Double 這是一個ACE 來 偷八樓 來看看 但他沒閃 沒事 牛海可以繼續閃 牛下去 這個我看過 職業賽 OK的 然後可以Q到 可以可以 飛彈是不是 0 沒有 這邊早就已經卡好位子後 又坐車要去包圍 再來 超時空傳送門 閃現 這邊要抓 但悟空被頂走 不過鱷魚還在繼續追 那牛之力這被歐羅代 再限制了一個人 一敵二 金克斯你快走 但自己被留了下來 感動了一刻 但牛依舊倒地 而作為這個美好結局 金克斯能因此存活嗎 沒有 貓眼看起來不給他走 有活了活了活了 還在跑 還在跑 閃現躲掉 永涵之中綁了兩套 金克斯的獨路連著掃 這子彈飛過了臉邊 集中位置 納比爾地沒有死 右邊的位置想繼續夾緊 偷來海浪進攻 這邊任地準備 跟著上半步的浮白又做進場 但那一跳進去的 是直接死亡 連帶特朗德也沒有抓人的機會 被路線的雙槍給帶走 那最後比賽 可能要再短短的21分鐘來 畫下句點 繼續努力 還在射金 可是很努力 但沒有辦法 這邊已經開主堡雙塔了 右邊任地還在看 能不能處理對手 那非常的困難 主堡雙塔掉落 這一波看起來想要收光對面嗎 奧布泰選擇頂得出來 這腳閃現離開 右邊的位置任地 想進來換頭 那最終沒有成功 飛彈出去的納比爾 也沒有收掉茂阿 那最終是收下 兩個人頭的BYG5愛里 在短短的22分鐘 結束這場對局 拿下屬於小組賽的第一場勝利 在短短的2個 旁邊的1個 旁邊的1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